國姓鄉今年來陸續栽培出跆拳道好受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鄉內大型的賽事已經停辦很久 學生練習的意願也降低 為此國姓跆拳道協會 特別在暑假結束之前 舉辦第一屆國姓碑跆拳道錦標賽 今年疫情結束之後 活動慢慢開放 所以我記得這次 在國姓鄉辦一個國姓碑跆拳道比賽 第一次因為在暑假之前 來讓小朋友收心這樣子 接著就是讓小朋友 可以從基層學習扎根這樣子 家長表示 因為以前就有學過柔道 因此對於武術有興趣 這次也特別與孩子一起學習跆拳道 希望能夠與孩子一起成長 然後因為在武傳的時候 是學柔道的 對 然後就會很想再學其他的武術 然後剛好就是 帶我孩子來學 然後就陪他一起學 小時候跟他一起拿到黑袋 對對 就是一個目標這樣子 這次的比賽除了品勢對打 也加入南投縣所次運用科技設備 進行競速梯級的比賽 裁判長曾凡順表示 競速梯級可以測試 學習跆拳道的反應及速度 並且透過世人一族的教技 也能夠激發孩子們學習的興趣 競速梯級不僅能夠測試 我們學習跆拳道當中 你所學習的反應跟你的速度 然後我們一次最佳參加的選手會有四位 然後相同性的這四位選手當中 能獲得一個矯勁 而取得一個競賽 以及踢級的速度的方式 副議長排一圈肯定國姓跆拳道協會辦理錦標賽活動 推廣跆拳道運動的用心 也鼓勵有興趣的孩子們也能夠來學習 養成健全的體魄 讓身體更健康 記者成為一國姓鄉採訪報導 謝謝 vas陈甲 還有 三位選手 感谢观看